美国NASA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地球进行全方位的拍照 无论是气候还是地球大陆的变化 还是海洋独特的景观 都会定时的传送一些给大家一起欣赏 而且这些照片分辨率从上百公里一直可以精确到三米 纵观全世界各地亮度地图 我们发现台湾岛是最美的地方之一 我们很好奇台湾为什么在所有的岛屿中出类拔萃 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里的夜景是真的让人鬼迷心窍 这张地图是2022年2月6日拍摄的传感器辐射 五公里分辨率低光下的照片 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了台湾的亮度 跟周围相比这里是亚洲最亮的区域之一 再来看这张统一高度的复合光亮度图 依然是台湾最耀眼的 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地各国的灯光地图 基本都是根据NASA来制作的 每一次在输出和传递的时候 都会对本国范围内的灯光进行处理 一方面是加深输出国的亮度 增加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度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说 我们这里应该是世界上最亮的 人类活动最密集的 使用电也是最多的 这里很繁华啊 如果你不信你来看看 以此来增加各国各地区的信心 这就出现了各种版本 美国地区最亮 欧洲最亮 日本最亮 中国最亮 以及东南亚最亮 唯独好像没有台湾最亮 很多人都说 这有什么亮不亮的 我们要不是看不见 对了今天你就能看见了 这是一张没有修饰的地图亮度 这是一公里分辨率复合光地图 看起来台湾的亮度在逐渐的增加 而且分布和城市的人口密集程度是成正比的 500米分辨率的台湾主要道路以及城市分布已经很清晰了 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基本上是连成一片的 而东部则三点一线非常清晰 宜兰花莲屏东依次排开 而来到125米分辨率的时候 整个台湾的城市道路以及眼前的亮度清晰可见 只是NASA的图片缩放到此时 已经开始出现锯齿了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能看得出已经接近极限了 再来到30米锯齿很明显 质量开始下降 我们还是用125米分辨率的拉高一些再看看吧 小伙伴们 这个灯光地图是不是很清晰呢 台湾由北到南大家自己对号入座 看看你所居住的城市灯光亮度是如何呢 我们发现台北和新北这里一直往南 似乎没有台中和云林连成一片的亮度高嘛 这是什么原因呢 根据NASA的解释是 云林这一带大平原对于光线的折射和反射不是特别多 而台北和新北周围一圈都是高山 森林植被以及夜晚形成的水汽都对灯光的折射和散射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平原更有利于地区亮度的拍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全国都这么亮的原因 一方面是美国确实挺发达的 人类的活动也比较多 另一个比较小的原因就是美国都是大平原啊 这是世界上少有的上帝给予的礼物 又大又亮 以前NASA的夜晚灯光亮度图都是跟美国国防部的DMSP 急轨卫星是一样的 现在各种型号都有 有兴趣的自己可以去研究一下 总之基本都是运行在高度83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 扫描条带宽度3000公里 周期约为101分钟 每天绕地球飞行14圈得到4次全球覆盖图 分别是清晨、白天、黄昏和夜晚 在这一过程中都会受到云层散射太阳光 以及月球反射光复杂光线的影响 大家不用追究这么深 只要明白一些主要的影响因素就行了 对大家理解台湾城市的灯光亮度图有所帮助 中间一块基本都是黑色的 也就是台湾的山脉了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而且比较神奇的是 台湾周围的渔船灯光亮度不见了 我们在之前2016年的世界夜晚灯光图中 不是看到台湾有很多渔船的灯光吗 难道现在它们都不打鱼了吗 点点星光下的台湾周围 那绚丽多彩的灯光地图为啥不见了呢 好失望啊 而这张灰色500米分辨率的地图 小舟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依然没有找到 难道台湾真的不打鱼了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2016年拍摄的时间是晚上 而这张亮度地图是夜晚复合光形成的 也就是有傍晚的拍摄 并不能对台湾渔船的星光点点 有一个真实的反应 渔民们什么时候开启灯光 灯光的照射方向和渔船的灯光的灯具都有了发展 所以大家不必纠结 不过的确加上这些星光点点 更能体现台湾岛以及周边的繁星镜像 再往南看 台南和高雄几乎连成一片 看来这里的活动也不少 特别是台南的夜市 高雄的港口都贡献了不少灯光 2020年 伊隆马斯克所创办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 与NASA合作 与美东11月15日晚间7点27分 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了天龙号 火箭搭载了4名太空人 顺利于11月17日与国际太空站对接 其中一名日本太空人 野口聪一更是在推特贴出了 从国际太空站拍下台南高雄的夜景 不少太空粉丝和台湾民众 也都相当的兴奋和感动 野口聪一表示 当时台湾上空云很多 抱歉 这是我所能拍到的最好的照片了 我们再来看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对比 有人说 你这地图感觉厦门泉州之类的 不至于这么暗吧 是不是你经过处理了呢 小周说实话 能跟台湾有的一拼的中国大陆地区 基本就是长三角 珠三角 以及晶晶记了 其他地方还真的是看不出来有多亮 随后很多人拿出了各种灯光地图给我比 其实大家想想就行了 有些地图的真实性值得商榷 而且要拿出地图 请标明什么时间拍摄的 在哪里可以看到才可以 以上我所使用的地图 全是在NASA的EUSDIS世界观官网下载的 所以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上网自己对比一下 大陆城市的灯光亮度跟台湾相比 有自己的特性 南方经济优于北方 而且南方人喜欢把城市装扮得更加明亮 北方城市更在乎城市的大气 而至于晚上的亮化 确实没有南方做得好 相比珠三角 要比长三角更加注重夜市文化 所以个人感觉 珠三角跟台湾有的一拼 并且极为相似 台湾的夜市也挺多的 有一定的贡献 在小猪的心中 台湾是世界上最美的岛屿之一 也是夜晚最亮的那颗星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这个美丽的地方 推荐到全世界 这是对台湾的一份爱 也是一些责任 当然我们对待哪里都应该是如此的 不仅仅是台湾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的眼睛 如果都如这夜景图一样的明亮 那每个人心中的阳光将会洒满大地 哪里还有这么多户怼 不信任何争执呢 放下该放下的东西 用温暖和爱化作能量 点燃世界 整个地球都会光芒万丈 好了 我是游侠小舟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MING PAO CANADA